我有一个最弱的超能力 我能看见每个人的月收入 和每个月能存下多少钱 这两个数字都明明白白 悬浮在每个人的头顶 谁富谁穷一目了然 正文开始 最近我和老妈的关系不太好 因为她疯狂逼着我去相亲 相亲也就算了 关键是红娘推荐的那些相亲对象 各个歪瓜裂枣 而且还不实称 都吹嘘着自己年入多少多少万 可实际上月薪四五千 你问我怎么知道 他们的实际收入 是他们自己说的吗 当然不是 我有一个超能力 可以看到别人的月收入 和每个月能存下来的钱 就比如小区门口的保安大爷 月薪可是他每个月 都有好几万的收入和储蓄 这一直让我很疑惑 后来我才听说 原来保安大爷在小区内 有十几套房产 是最大的拆迁户 又比如像住我对门的女主播 每个月有三四万的收入 可是他每个月能存下来的金额都是零 偶尔还有负数的情况出现 凭借着这个超能力 在我面前装成的相亲对象 一律pass 你可以收入不高 但不能不实称 这意味着人品不行 今天这个相亲对象 尤其过分 头顶的三千五百的两个数字 却疯狂吹嘘自己年入百万 而且席间各种装成行为 真是小刀拉屁股 给老娘开了眼 在我的故意个稿之下 这场相亲不出意外黄了 回到家后 老妈连番质问 在老妈的质问之下 我忍不住心烦气躁的 和她争吵了几句 随后老妈开启了冷战模式 哼 我也不会惯着她 既然你不理我 那我就管自己回房间睡觉 第二天我早起来到公司上班 却发现 今天公司里的那些妖艳见货们 都堵在门口 仿佛都在期待着什么人的到来 他们在等谁 我像坐在我对面公位的倩倩问道 倩倩不但是我的同事 也是我在这家公司唯一的朋友 你不知道 倩倩挑了挑眉毛 听说集团总部下派了一个同事到我们这 集团总部下派同事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至于一帮人堵在门口吗 倩倩正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 一个长相酷似等等停的男人 从门口走了进来 接着门口就是一阵嘀嘀的惊呼声 不单是门口那些妖艳见货惊呼 连我也在心里暗暗惊呼一声卧槽 当然 我不是因为他的长相 而是因为这个男人头顶的数字 什么情况 赚一万二存一万二 这么大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居然不用花一分钱 这可能吗 这当然不可能 我脑海中突然掠过了老妈 是不是对我的抱怨 你这么大的人 吃我的 用我的 助我的 你自己的开销就买两件衣服 怎么会天天让人没钱呢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这个男人吃家里的 用家里的 我看向他的眼神不禁戴上了丝丝比夷 这样一副好皮囊 没想到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男人居然向我这个方向走来 然后拉开了我边上空空位的椅子 经理 我看这个位置没人坐 我就坐这里可以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男人就一屁股坐了下来 接着向我伸出了手 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你好 我叫晨晨 出来乍到 接下来可能要麻烦你多多指教了 嗯 好 我本以为这个晨晨说的多多指教 是巨客套话 可没想到 居然是真的 接下来的几天 除了我上厕所他没粘着我 其余时间全缠着我问我各种问题 同事的姓名 脾气 工作的流程内容 公司的规章制度 这些我都还能理解 可是问我有没有感觉 公司内部有人像是突然报复 是什么鬼 不过说起这个突然报复 好像还真有一个 不 不应该说是一个 应该说两个 因为这报复的两人是父子关系 谁 晨晨好像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除非 你请我吃饭 好小子 这几天问这问哪 还影响到我加班 也不知道请我吃顿饭 真是不会做人 成交 晨晨答应的很爽快 嘿嘿 那我可要好好宰你一顿了 行 那就公司楼下的茶餐厅 哥 酒足饭饱后 我打了一个饱格 你吃也吃了 现在能告诉我 你觉得突然报复的人是谁了吗 I don't know no 我伸出食指在晨晨面前晃动 你先去把单买了 晨晨悠愿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去柜台买单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我险些笑出声来 到底还是妈宝男 被妈妈保护得太好了 根本不知道社会的险落 公司所处位置 是整座城市的CBD 能开在CBD商圈的茶餐厅 价格可想而知 这顿饭我估计没有小一千 是下不来的 我买好单了 现在可以和我说了吗 你发什么愣哪 我尼玛 我哪是发愣 我是震惊好吗 为什么这个晨晨头顶的数字 还是 她刚才不是去买单了吗 为什么头顶第二个 代表月存款的数字没有减少 我的超能力失灵了 我急忙扭头 往柜台方向看去 不对啊 去往柜台买单的人 头顶第二个代表月存款的数字 都会相应减少 那我的超能力没失灵了 你是不是去柜台站了一下 没买单 想到想去 我只想到这个可能 晨晨愣了一下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我买了 这是收款凭据 我假装结果收款凭据查看 可是心里却忽然想到了 另外一种可能 会不会这个妈宝男刷的是 家里人给的附属卡一类的 因为不是他的钱 所以自然不会算在他的头上 我在心里暗暗点了点头 也只有这个可能了 好吧 我和你说 我感觉公司最近突然报复的 有两个人 公司广告总监和他的儿子 为什么 晨晨有些奇怪 因为我的超能力看到了 我这样说 你会信吗 大哥 你不是问我感觉吗 这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呀 吃完饭后 我和晨晨回到公司准备午休 却不料在楼道正桥 撞见了小叶和一个女同事 在打情骂俏 哦 忘了说了 小叶就是那个 最近突然报复的广告总监的儿子 昨天送的礼物 你还喜欢吗 我太喜欢了 你怎么知道 我想要那条项链 因为我一直都在关注着你 两个人正在打情骂俏的心头上 我本想装作若无其事的离开 但晨晨明显不这么想 他轻轻咳嗽了两声 两位 在公司的公众场所搞暧昧 好像不太合适吧 晨晨的不时去 让小叶有些懊恼 你谁呀 家住海边的吗 管这么宽 这时 小叶边上的女同事拉了拉他 小叶哥 这是我和你提起过的新同事 就是我说 长得很帅的那个 能送你宝格丽的项链吗 说完 小叶还用不屑的眼神 上下打亮了一下晨晨 我看了一眼小叶头上的数字 从账面数据来看 小叶完胜 本着稀释宁人的态度 我上前拉起晨晨 并示意小叶边上的女同事 也赶紧拉小叶走 就这样 剑拔弩张的气氛 随着双方的离去也消散了 回到公位后 我看晨晨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 趴在桌子上 怎么了 被打击到了 回想起刚才小叶嚣张的话语 和他身上扑铃扑铃的各种奢侈品名牌 再看看边上的晨晨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logo 估计全是网上逃来的便宜货 这对比一下 确实有差距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妈宝男 这个年纪吃家里穿家里的 还能有衣服穿就不错了 正当我还想组织语言 安慰一下晨晨的时候 晨晨却突然抬起头来 一脸不服气 这小崽子 谁说帅不能当饭吃的 我要证明 给他看帅 肯定能当饭吃 这什么虎狼之词 这人到底什么脑回路 亏我还以为他是被打击到了 合着原来是想歪了 不过刚才那个拽拽的丑八怪 是谁啊 哦 他就是我刚才吃饭 和你说过的那个广告总监的儿子 就是你说的感觉 突然暴富的父子俩 对呀 怎么了 晨晨沉默了一会 若有所思的摇里摇头 没怎么 随着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和晨晨之间的关系 迅速变得火热了起来 不但天天中午一起吃饭 而且连公司私底下的八卦 和对那些妖艳见惑的吐槽 我统统会说给晨晨听 不过可千万别以为 我是蹭吃蹭喝的 除了第一天我宰了他一顿 让他请客 其余时候都是我请一顿 他请一顿的 但无论怎么付钱 晨晨头顶的数字 永远是两个保持一致的 下班了 饭搭子 我们吃饭去 这一天午休 我照例喊上晨晨一起去吃饭 可是晨晨却坐在宫位上无动于衷 脸上还有些尴尬和不自然的神情 今天 今天有人约了我一起吃饭 所以我就不和你一起吃了 合着你那个饭搭子抛弃你了 你才来找我的呀 晨晨嘴里嚼着饭 脸上还不忘做出夸张的表情 别闹 是因为你最近掉了部门 所以才没找你一起吃饭 晨晨最近去了另外一个部门 作息时间和我不一样 我是11点半下班 她是12点下班 也正因如此 所以这段时间我才找晨晨吃饭的 人可以没有朋友 但绝不能没有饭搭子 好 不逗你了 最近的生活怎么样 和那个晨晨 也就那样呗 普通同事关系 不过我妈那边倒真的有个烦心事 她老逼我去相亲 我开始向倩倩吐槽起我妈来 其实说是大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是我的表姐 最近找了的男朋友 一个年少多金 酷似小李子的男人 酷似小李子 倩倩的声音都高了八度 是酷似小李子 但是是中年发福的小李子 相貌暂且不谈 但是多金这一块 竟有我的超能力认定 确实很多金 月入二三十万 光存款每个月就能存小二十万 这个多金男人的到来 让我们整个家掀起波澜 我阿姨对这个金龟序满意的不得了 天天在我妈面前炫耀 而我妈表面不动声色 云淡风轻 实际背地里牙根都要咬碎了 我模仿起我妈的语气 林音音 你看看你表姐 漂亮不及你十分之一 怎么找个男朋友这么厉害呢 哈哈哈哈 你妈到底在夸你 还是在损你 嗨 我都要烦透了 那个晨晨不挺好吗 县城的高帅 富不富就不知道了 富不富 一般妈宝男家里都不会太穷吧 尤其是晨晨这个一分钱不花的妈宝男 他家里应该条件挺不错的 吃完饭后 我和倩倩在公司楼下散步 忽然一辆车标示 必带翅膀的车停在了路对面 车门打开 从车上下来了一个年轻男人 哎 音音你看 那不是晨晨吗 哪 下车的那个 我定睛一看 还真是晨晨 车里紧跟着下来一个中年贵妇 宝贝 上班别太辛苦了 要觉得太累咱就不上了 反正不差钱 直到他注意到站在街对面的我 我和晨晨的眼神对视 我看着他白皙的脸庞瞬间通红 满脸尴尬 而此时 我的脑海中回荡着那天晨晨和小夜纠纷后 发下的豪言壮语 谁说长得帅不能当饭吃 好家伙 的确能当饭吃 合着 这是给人当小白脸 被包养了 回到公司后 一整个下午 我都无心工作 想到晨晨疑似被包养 我就感觉心里好像堵了大石头 尤其是晨晨下午主动找我说话 我更是感到厌烦 只是随便敷衍一句半句 林音音啊林音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人家既然选择要被包养 你自己一个人暗暗生闷气 不舒服 有什么意思呢 难不成 你真喜欢上他了 临到下班 晨晨终于忍不住了 小心翼翼开口试探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中午看到 没有 我没怎么了 今天心情不好 下班了 我先走了 下班后 因为心情烦闷 我约了倩倩到一家小酒馆喝酒 你说好好的一个大男人 有手有脚的 为什么要选择被包养呢 酒过三巡 话匣子打开后 我忍不住开始吐槽起晨晨 你怎么就那么笃定 她是被包养了呢 怎么 难不成那个中年贵妇是她吗 万一真是呢 切 可拉倒吧 能开那样豪车的人 会让自己儿子出来打工 就算打工 也是去自家公司打工 为以后继承家业做准备 怎么可能会成为我同事 叮叮咚叮咚 我的电话响了 是老妈打来的电话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气愤地挂掉了电话 因为表姐男朋友的原因 我妈变本加厉催我去相亲 而我和她的关系 也因为相亲降到了冰点 心情越发烦闷 我只能戒酒消愁 不知不觉 已经喝到了半夜 我的意识也开始有些半迷离 美女 一起来喝两杯啊 就在这里 一双大手搭上了我的肩膀 我扭头一看 是个中年油腻大叔 不聊 我们要走了 我连忙起身 想要离开 一起喝一杯啊 没想到油腻大叔步步紧逼 那双咸猪手牢牢按住我 两眼更是发出隐血的目光 你们干嘛 这是公共场合 对面的倩倩 也受到了咸猪手袭击 尖叫起来 我环顾四周 想要寻求帮助 却绝望地发现 刚才还人生顶废的小酒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只有我和油腻大叔这两桌了 而酒馆老板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再这样 我要报警了 臭婊子 都出来玩的 你给老子装什么 我的剧烈反抗 引起了油腻大叔的不满 油腻大叔抬起手 要给我一个巴掌 我害怕地闭上眼台 起手抵挡 可是意料之中的疼痛 并没有到来 我慢慢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 修长白皙的手 从背后紧紧地 禁锢住油腻大叔的手掌 接着是一道熟悉的声音 响起 你这样喝点酒 就像公狗一样 发情的男人也配做人 没想到 晨晨看起来一般般 伸手倒还挺厉害的 三两下 就把那些油腻大叔收拾了 那些油腻大叔退场后 我的酒精也彻底上头了 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卧槽 上班没去 我矿工了 我急忙拿起手机打电话 向主管请假 接听电话后 我从主管口中得知 倩倩已经用身体不适的理由 帮我请了半天假了 还好有倩倩 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长嘘一口气 手机上的通信软件显示 有二十多条未读消息 我想大概都是倩倩发来的 点开通信软件 果然全是倩倩的语音 音音 我和晨晨送你到家了 我们先走了 今天真的喝太醉了 极美明天记得起来上班 音音 你怎么还没有来上班 主管找你了 卧槽 你不会还没有醒吧 你接着睡吧 我已经帮你请了半天假了 哈哈哈哈 林音 我看到我昨天手机里录的视频 哈哈哈哈 你做了什么倒霉事 这条语音的下面 就是一个小视频 能有什么倒霉事 我一边想着 一边点开了视频 晨晨你为什么要去当小白脸 视频一点开 首先传出来的 就是我自己的声音 紧接着镜头一转 我居然搂着晨晨的脖子 你说啊 你说啊 你是不是很差钱 视频里灯光昏暗 但我仿佛能想到 晨晨额头的黑线 和尴尬的神情 你被人包养 不就是想要钱吗 老娘也有钱 明天下班 和我回家见父母 说到这 我好像是想吐了 半蹲下身开始干呕 晨晨连忙扶起我 轻轻拍我的后背 凉 两小时 我给你明天 老娘包养你 说到这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索着 从口袋摸出了东西 往晨晨的领口里塞 如果我摸出的是钱 那这种富婆疯的做态 还不尴尬 可尴尬的是 我从口袋里摸出来的 居然是餐巾纸 还可禁往人家领口里塞 别闹了 你喝醉了 我送你回家 视频里最后的画面 是晨晨搀扶着我 往镜头方向走 接着视频就戛然而止了 天哪 我无力的瘫倒在床上 我想今天应该不用请假 我应该 直接离职 在家里挣扎了半小时后 我还是决定起床上班 毕竟比起射死来 穷死更令人感到恐惧 到公司后 我狗狗碎碎来到了自己的工位 却惊讶地发现 晨晨不在 正当我打算长嘘一口气的时候 余光忽然撇到了门口 晨晨来了 今天的她穿起了西装 梳起了三七分的大背头 再配上她俊朗的面容 整个人就如同财阀里的贵公子 你 你 怎么 不认识了吗 晨晨拉过椅子 在我边上坐下 我今天打扮得这么正式 可是为了和你回家见父母的 平时觉得很漫长的回家路程 今天却变得格外短暂 走到单元门口 我还是忍不住再和晨晨确定 是不是真的要和我回家 当然啊 你说得多两千块的 行 算你很 有本事就跟上来 打开家门 不出意外 爸妈都在家 嗨嗨 我咳嗽了两声 想要吸引他们的注意 爸爸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马上转回去看电视了 妈妈因为和我冷战 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叔叔好 阿姨好 看到晨晨从门口进来 爸爸妈妈疼一下 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来到我们面前 你好你好 你是 我是音音的男朋友 听到晨晨的回复 老爸老妈的表情 夸张又滑稽 老林 快去泡茶 妈妈急忙从鞋柜里拿出拖鞋 你先坐 你先坐 阿姨去给你切水果 茶几上摆着一盘水果 和四杯清茶 面带微笑的四个人 围坐在沙发上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还是晨晨率先打破了沉默 只见她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下 变魔术般掏出了两个盒子 叔叔阿姨 第一次见面 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 我就买了手表和手镯送你们 第一次见面 就送人手表和手镯 我的余光 撇见盒子上的logo时 我更是被震惊到了 老丽是手表和卡蒂亚的手镯 这玩意应该是假的吧 这玩意肯定是假的 老爸老妈 显然也被这派头吓住了 连连白手说 这个太贵重了 不能收 这时晨晨 却一改往日的嬉皮笑脸 一脸郑重的 把手表和手镯 塞到我爸爸妈妈手里 还说自己也不会挑礼物 希望他们不要嫌弃 正在他们推浪的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 打开门 我顿时一愣 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来了 连我表姐和她那个 有钱的男友也一起来 一大帮亲戚涌进来 顿时把我家的客厅 塞得满满当当 老妈尴尬地笑了笑 对晨晨说 叫我一些亲戚来家里玩 你也不用据述随意点就好 我瞄了瞄晨晨 我以为她会被这样的场面吓住 没想她的表现 出乎我的意料 只见她不卑不亢起身 同每个亲戚挨个握手打招呼 居然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 到底是跟富婆的男人 应该见过不少大场面 表姐眼尖 一眼就发现了桌上的手表和手镯 哇 这是你送给叔叔阿姨的见面礼吗 第一次见面 就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晨晨连忙摆手回应 只要叔叔阿姨喜欢就好 表姐一把拿过手表和手镯 给给颠上的男朋友 现在奢侈品很多都是假的 我男朋友正好有朋友 是做奢侈品吗 帮你去验验 可别让人给骗了 这话听得怎么酸溜溜 阴阳怪气的 还没等我细想 晨晨就接过话 好啊 那麻烦表姐了 完了 BBQ了 这要拿去查验真假 不是包子张嘴 露馅了吗 没两分钟 表姐男朋友的手机传来铃声 检验结果出来了 检验结果为 真 还是限量款 表姐的声音都高了一度 什么 别说表姐 连我都被吓到了 晨晨送的 居然是真的限量款奢侈品 她图什么 图我的两千块吗 两千块还不够这两样东西 震惊到了 有长辈开口问 小伙子这么有钱 不知道是做什么生意 我是在X集团上班的 这点 晨晨倒是老是回答的 X集团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集团 在里面上班说出来 还是挺有面子的 我是X集团战略投资部的 什么投资部 你特梦 不是和老娘一个部门的吗 这段时间 我成功为集团 孵化了几个重点投资项目 呵 还挺能吹 如果不出意外 下周我会以集团战略投资部 第一投资人的身份 进入集团董事会 出任集团的执行董事 而且是集团最年轻的执行董事 话音落下 全场一片寂静 我心中一万匹草泥马跑过 大哥你特梦的吹牛 真的不打草稿的吗 我本以为叫 晨晨来我家的这场闹剧 很快就会过去 但没想到的是 上次那个在楼道里 和小夜暧昧的女同事 竟然是我表姐的同学 而晨晨在我家说的话 也通过我表姐的嘴巴 传到了女同事的耳中 进而整个公司都知道了 你们俩恋爱了 听说都见家长了 这句话是我今天来到公司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虽然大部分同事 抱着打趣的语气 可还是让我有种 想找个地方钻下去的冲动 坐在公位上 我都如坐针毡 这个班 我是真的没办法继续上下去了 反观晨晨 她倒是一脸云淡风轻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一副局外人的架势 对了 那两千什么时候给我 转账还是现金 我都OK的 看着晨晨见细细的样子 我真想一拳打到她脸上 连劳力士卡蒂亚都送了 还在乎两千块 哦 那个是超外货 别说照片看不出来 拿去专柜 专柜也验不出来的 专柜都验不出来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假冒奢侈品 这就有点让我怦然心动了 晨晨悠悠叹了口气 接着说 不过你那个表姐也是 现在弄的整个公司 都知道咱俩关系 这可怎么办呢 该不会我们要假戏真做吧 什么狗屁假戏真做 真要假戏真做 也不是不行 但起码你要先把那个富婆甩了 在当我犹豫要不要 把我知道她被包养的事情 告诉她时 门口突然传来一阵 阴阳怪气的声音 哟 这不是我们X集团 最年轻的执行董事吗 我扭头一看 门口进来的是 我表姐的同学和小叶 刚说我表姐呢 她就来了 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 说曹操 刘备就到了 边上的小叶 叶甲装语重心肠跟着说 叶叶 找男朋友 还是要找实乘的 像这样吹牛的 可不太好呢 切 就你实乘 之前每个月存款复数的时候 还硬要装大款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哼 叶哥也是好心提醒 既然某些人不是好歹 那就算了 毕竟有人生在罗马 而有人生来就是牛马 两者注定聊不到一块 我干 这个女人到底哪里来的 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我还没想好怎么反击 小叶就拉起表姐同学的手 我们快走吧 和他们说这么多也没意义 董事长夫人要到了 我们还要好好招待呢 说完便拉着表姐同学 匆匆离去 招待董事长夫人 董事长夫人来了 据不靠谱的小道消息 董事长是个七管言 所以集团的实际化石人 是他夫人 我们这家公司 只是X集团 旗下一家普通的分公司 平日里别说董事长夫人 集团高层都没几个 会来我们这家分公司 而小叶父子 居然能搭上董事长夫人 办公室顿时掀起了一阵波澜 这场波澜 还没有彻底平息下去 工作邮箱里的一则通告 再次点燃了办公室氛围 集团原广告部总监叶基益 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特子通报全集团 望各位引以为戒 好家伙 本以为这两父子要上马了 原来是落马了 同事们激烈地讨论着 这两父子的事 而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你觉得公司里 有谁看起来像是突然报复了 公司的广告总监和他的儿子 我的脑海中 回忆起陈臣当初和我的对话 这时候就算我脑子反应再慢 我也明白了 十有八九是陈臣举报的 你 没错 那对父子是我举报的 我还没有开口发问 陈臣就很坦白地交代了一切 还是有点不对 一个小职员 举报总监级别的领导 按理来说 应该石沉大海才对 可陈臣的举报不但成功了 还引得集团高层介入 这也太离谱了吧 正当我要继续追问的时候 前台小姐姐冲进来大喊 别讨论了 大家快坐好 把自己的工位收拾一下 等会董事长夫人要来视察 15分钟后 董事长夫人来了 前台小姐姐 小心翼翼地来通风报信 顿时 大家摆出一副 努力工作认真奋斗的样子 哒哒哒 一阵高跟鞋声由远到近 慢慢进入办公室 所有人都半扶着身子 目不转睛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 可好像没几个人 是真的在工作 我看到 有几个人在疯狂刷新桌面 有钱人长什么样子呢 我敲摸摸探出脑袋 想看看董事长夫人长什么样 这一看 可把我吓了一跳 董事长夫人 居然是包养晨晨的中年贵妇 我再看看晨晨那副 人畜无害的脸 好家伙 给董事长戴绿帽子不说 还来他公司上班领他的工资 杀人诛心 不过如此了吧 大家都放一放手头的工作 董事长夫人有事情要宣布 我的顶头领导 屁颠屁颠跟在后面 董事长夫人清了清嗓子 就开始发言了 可我根本没心情听她说话 我把座位往晨晨方向拉近了一点 你可千万别暴露了你 和董事长夫人的关系 晨晨愣了愣 挠了挠头 你都知道了 对呀 上次吃完饭我都看到了 你看到了 所以去调查了我和她的关系吗 不对呀 我和她的关系没曝光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喊我怎么知道的 我用脚趾头想明白的 你别有异常的举动 董事长夫人 应该也不会主动曝光你和她的关系 晨晨斩钉截铁地打断了我的话 她会的 什么 主动暴露她包养小白脸的事情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阵高跟鞋声突然从我身边传来 我扭头一看 董事长夫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边上 接下来让我为各位同事 隆重介绍一位同事 她叫晨晨 本次集团特大贪污事件是她一手捣破的 同时她还有另一个身份 她是我的 儿子 轰 我的脑海仿佛五雷轰顶 晨晨是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难怪晨晨头顶的数字永远不会变化 因为那些 都是她家的产业 晨晨在发完言后 就跟着董事长夫人 她的老母亲离开了 下周她真的要进入集团董事会 出任执行董事了 她没有在吹牛 说我的格局太小了 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有些恍惚 直到这一刻 我才发现 这两个月下来的朝夕相处 我对晨晨真的是有些感情的 只是我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或许我和她 没有再见面的可能了吧 我想起很久以前 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 有些人的出现 就如同漆黑夜空中滑过的流星 尽管绚丽 但却短暂 我想 晨晨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过了三天 在周一的早上 大家的工作邮箱里 都收到了一则通告 关于晨晨出任 执行董事的通告 我呆呆地看着屏幕 通告里的晨晨 风神俊朗 意气风发 我真想发消息问问她 问问她 对我是不是也有感觉 手机屏幕亮了又暗 通信软件想要发给 晨晨的再码两个字 最后还是被我删掉了 我叹了一口气 算了吧 避避避 下班回家的路上 一辆跑车 把我拦截在了路边 还疯狂朝我按喇叭 神经病吧这人 我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哎 是我呀 怎么不理人呢 我扭头一看 顿时愣住了 跑车上下来的 居然是晨晨 干嘛 才几天不见 不认识了吗 哈哈哈哈 我现在是不是派头很足 晨晨穿起了西装 打起了领带 可不变得是 那副件细细的嘴脸 我假装淡定地说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晨晨 我之前陪你去你家的2000块 还没给我呢 狗东西 原来是要债来了 我正打算拿出手机 转账给他的时候 晨晨又拦住了我 别着急 那我送你爸爸妈妈的手表和手镯 行 那你帮我个忙 这手表和手镯 就当给你做酬劳了 说完 晨晨拉着我 把我塞进了跑车 干嘛 你要带我去哪里 回应我的是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 和晨晨淡淡的一句 去我家 见我爸妈 晚安